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开始GST开始失衡了 对各行各业的生意都有很大的影响 带来很大的冲击 尤其是我们做厂的生意 都带来很大的影响 在过去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我是一位家庭主妇 出来社会工作已整整七年的时间 当我出来社会工作的时候 我有向神祷告我所要的数目的薪水 在2015年的时候 我刚刚在一间新公司工作 才做了几个月 就遇上了经济不景气 再加上了GST的事件 对公司的打击非常大 生意大概下降了2-30% 在2014年12月 牧师就来了找我们 叫我们开小组 我们一口气就没想到 就答应了牧师 就开了原创WGST的小组 在好几年前 我和Joanne两个人 都决定在26岁的时候结婚 成家 可是在那个时候 我们两个人都没有头绪要如何达到这个目标 可是我一直都深深地相信 宣告这是上帝的硬直 这是上帝的硬直 但我们的神却是一位 诗词爱 聆听祷告的神 祂不但祝福我所要求的薪水 而且在过去的2015年里 给我双倍的祝福 这是我超乎我所求所想的 感谢主意向2015 已经带领我们的小组的人数 已经增长到30位 虽然生业跌了30% 但是我相信依靠神 祂一定会祝福 祝福回我的 我依然是落开一笔钱出来 装修我的工厂 但神是信使的 我常常祷靠依靠神 在评估面试的时候 把一切都交给神 父母、学生 甚至外国人 都证明了 我们的学生 尤其是学 organism 与雅生 第二 祂 har gült 我以家会跟日子 normale 翻唱这里 承诺了 禁断我 去年 2015年 我和Joanne 两个人 ARE26岁 一起买了物子 把它装修了 然后准备结婚 以我们的能力 在这个行情 在节目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可是很感谢主 在适当的时机 安排适当的人 给予我们支持 以及经济上的资助 这一切才能顺利地进行 在十月份的时候 我的工厂终于装修宴了 在装修宴的两个星期之后 我就接到一班 向Bangnerga的人 来训练我们的工厂 接着我们就 谈成了一宗项目 他给我一宗很大的生意 他帮我卖开一百五十套的索发 所以 神是先死的 他 虽然在年初的时候 我们看到 我们的祝福好像很少 但是在年底的时候 有神依然 是给我们的祝福 我们 我们在世间 是有饥荒 但是 在神的家 是有丰盛的 Amen 感谢神不但在2015年 祝福了我的生意 而且还祝福了第三个孩子 我的女儿 Abigail 如燕蒂 神所赐的水 要在他里头成为全员 直用到永远 虽然 经济多么的不好 但是我们的神 依然保守和祝福 在因此 他曾家贞に 因良性 我甚至此 你没有想像 并想書 他曾经来 带我去处间 我从未曾经 看到 事情 我曾经拥有 以赌ilim 什么都市 二十套的 车 并让我 寄送 女儿子 我按廷 尤其重 尤其是 別的 禁呃和褶条 我开分 出品 书 孩子 姐姐 在心里 和哀思 see God's leading in my life in 2015 2015年的年底 我可以说是很突然的 也很热忱的参与 圣诞节三场的布道会 我之所以会这么做 是因为我深深感受到了 在2015年 上帝大大的赐福于我 我也想为上帝的国度 做一些小小的事情 感谢主 在人不能 但在神凡事都能 在这样的情况底下 我不但被公司真实的捋取 还加了20%的薪水 As with the word of King David in Psalm 23 Surely goodness and mercy Shall follow me all the days of my life Never dwell in the house of the Lord For ever Therefore let us move in strength With no limits for the Lord in 2016 在世有饥荒 但在神的家有丰盛 Amen 在世有饥荒 但是在神的家中有丰盛 Amen 在世有饥荒 但在神的家中有丰盛 Amen 在世有饥荒 但在神的家中有丰盛 Amen 把一切荣耀都归给主 在世有饥荒 但在神的家中有丰盛 Amen 在世有饥荒 在神的家有丰盛 Amen 有饥荒 在神的家中有丰盛 Amen 啊